問一下 為什麼會選上你當馬來西亞推廣大師 我其實也不太清楚 但我問心無愧啦 因為常常在臉書啊 微博啊 IG啊 還有我的電台節目都在介紹台北 我自己沒事就會去鑽大城小巷 很時尚的信義區也好 或者是我曾經開過店的東區 還有一些些懷舊的巷弄 我都非常非常喜歡 那麼像前幾天也特別開車去民生西路 就是為了買那個蜜地瓜 麥芽地瓜 都是我們行啊來美食 所以這些平常我在做的事情 可能被市政府看到了 局長講一下 為什麼會選焦哥呢 其實我覺得就像焦哥剛剛講的 焦哥在不管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尤其他是我們台北最好的行啊來達人跟代表 那我們希望藉由焦哥的一個影響力 以及他對台北的一些熱情 那幫我們帶出這個主題也就是台北可以一來再來 然後希望大家意猶未盡 發現你從來沒有發現的台北 對 那之前很多代言其實都是美女 那這一次是焦哥 感覺怎麼樣要跟那些美女比拼 你有沒有自己不一樣的地方 自己的魅力 沒問題啦 沒問題 就是美女看久了也要看看帥哥嘛 那身為這個台灣主持界顏值最高的一位 不是嗎 不然你說還有誰 你說 你現在說嘛 沒有 你最高 你最高 主持界大概我顏值還可以啦 那最主要是馬來西亞也是我很喜歡的地方 兩年前去的時候 做了一個演講也是座無虛席 非常的感動 所以也很期待再回到馬來西亞 到時候會有一日快閃 代表台北去跟他們分享 那我覺得我跟美女最大的差別在於說 我可以數來寶他們不會 對 就是我們就是靠一張嘴嘛 舌燦連花的去把台灣的各種 傳統跟創新 或者是復古與新潮 這種兼容並許的城市精神 推廣給大家 因為真的 台北你可以買到最新的時尚單品 但也可以買到一家三代經營的肥皂 也有百年的高品老店 但是也有陽明海外的芒果冰 所以這都是台北很神奇的地方 我是真的走遍了很多城市 門心自問 台北真好 那馬來西亞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哇馬來西亞就是熱 然後他們的朋友都非常的熱情 我記得我上次去演講的時候 有一個觀眾是坐了兩個小時的車 再換飛機過來看我 那我覺得很感動 那當然他們當地的食物也很喜歡 剛剛我們拿都做的那個香料的炸雞 真的是台灣吃不到的 很期待有一天他能夠在台灣開個店 開個餐廳 一定會生意很好的 那教哥想問一下 因為亞太營展您退出主持人 這好像是 就知道這一題 讓我問一下嘛 就是對啊 那為什麼當初為什麼會 其實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大家見面相親 那如果說兩邊沒有情投意合的話 就彼此祝福啊 不要耽誤對方 因為其實亞太營展有它一定的結構 有些地方我也不一定可以升任 我覺得藝人有時候要有點自知之明 所以我就就是非常抱歉的選擇退出 但還好他們也都有很好的人選 其實也快到了 祝福大會順利成功 那因為您本身主持功力非常的好 然後這好像是您第一次退主持對不對 其實我們 不好意思啊 家務事家務事 其實那個我們在這個行業 不管你今天走到什麼位置 都是被選擇 有的時候人家要我們 有的時候不一定要我們 有時候執名 有時候也未必 那我們做主持人也是 就是有的時候會很積極的想去爭取一些工作 包括像這個能夠來做台北觀光的大事 就很積極一定要做 這件事情非做不可 但是有些工作自認能力不足 也必須要有那種自知之明 有時候也不要逞強 也不要為了做而做 所以適度的被選擇適度的選擇 其實在這個業界是常態 只是很少被爆出來而已 我們轉回正題 代言是第一次嗎 代言光光 代言台北 對啊代言台北是第一次 真的 我從小就出生在天母 我到現在都還會回天母去買檸檬派 內行的 對 吃吃看的檸檬派 再逛一逛黃昏市場 然後前幾天也跟任爸 Selina Amy姐 去吃天母的日本料理 所以我從小在那裡長大 很開心能夠為台北做點什麼 GT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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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吸引他們 事實上來的人也比網民多了 一年一年進步 來到台北的馬來西亞觀光客 所以這個部分有勞 我跟局長再 腦力激盪一下 局長他們之前有沒有是 這些大使是不是 以往有這種交各種類型的嗎 好像沒有 還是你們這一次怎麼樣 要幫他量身訂做的 好像以前的局長也沒有這種類型 對 真的真的 互相要撥一下 沒有 因為我們這次其實真的是 非常榮幸邀請到角哥 因為剛剛大家也看過 唱作俱佳 甚至連主持都可以 所以對我們來講 其實真的是挖到了一個包 那我們覺得在國際上的一個宣傳 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助力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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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要推薦給馬來西亞的朋友 台灣 他會推 台北啊 他最想推薦給馬來西亞的朋友 台北的什麼 比如說局長很漂亮 謝謝瓜哥一直幫我指導一下 這是真的嗎 全世界的這個 全世界認真 對 政府裡面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想來台北 市場廠 大廈 香港人連呼一道 希望呈到一條 中市立北 你知道 flowers 胡逆 耍 Mango, the fried chicken, the beef noodle, and the street marke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alaysians would love. So any Malaysians who want to come to Taipei, I would tell them, don't wait, you have to come today. And don't just come once, come 100 times. Wow,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He's the guy who is the guy.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們臺北佼佼者 我們Fontaine可以買一套小的水產大使